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来做一下我的彩妆断舍离 那每一年我都会定期的来清理我的彩妆 这次我已经把我想要断舍离掉的产品已经整理出来了 放在这个盒子里面 然后我现在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准备断舍离掉哪一些彩妆品 那我断舍离掉的东西呢 并不是说就把它们给扔了 是情况而定吧 能送人的送人 然后能二手卖掉的就二手卖掉 能捐的就捐掉 然后实在实在是没有去除了 才会把它们给扔进垃圾桶 今天外面的光线真的非常的不稳定 一会儿亮一会儿暗的 那我们先从眼影盘来开始说起 首先我要舍弃的一个眼影盘 就是Natasha Dinona他们家这一盘Sunrise 这一盘是他们出的第一盘65刀的眼影 之前全都很贵嘛 都100多刀就没有买下手 然后当它刚出了65刀 就性价比很高的这一盘的时候 我就赶快买了 就是想体验一下他们家这个 据说非常非常好用的粉质嘛 那这一盘看上去是非常漂亮的 但是我真的使用频率很少 因为它的颜色都太鲜艳了 然后像这种黄色啊 眉粉色啊 这种是真的很少很少会用到 那我常用的几个颜色 我在其他的眼影盘里面也都有类似色 所以这一盘我准备把它给舍弃掉 第二盘眼影呢 它的牌子叫做Heap Dot 这个是我在Boxy Charm盒子里面开到的 然后它也是一个这种颜色非常缤纷的盘 就现在我好像对这种非常颜色非常鲜艳的盘 已经有一点厌倦了 就看上去都不那么喜欢了 就现在看来呢 颜色这么鲜艳的盘 我完全可以去买一个五色的小盘之类的 就完全不需要一个这么大的盘在那占地方 然后使用频率很少 下一盘眼影呢 是LORAC 它是Unzip系列 然后这一个它里面就是已经没有眼影了 被我全都给抠出来 抠盘了 这本来是一个十色盘 然后我后来去掉了两个不常用的颜色 变成了八色 再后来呢 就更加精简 只精简到四色 再剩的四个颜色 是这样四个颜色 非常的日常的一个颜色 这一盘也是在我今年的铁皮计划里面 可以看到都有两个很深的坑了在上面 这一盘我要把它断手离的原因 实在是因为它太古老了 然后它粉质好像有一点点变掉了 这个是我拥有的第二盘眼影大盘 就可想而知它的岁数有多大了 那么今年不管我能不能把它给铁皮掉 就是到12月份之后我都不会再用它了 接下来有三个眼影小盘 这个是VC的蕾丝四色眼影 然后这一盘NARS是非常有名的吉隆坡 VC这两盘呢我都有用过 但是我并不是很喜欢它们家的粉质 再加上它们也蛮多年头了 所以这两盘就不要了 这盘吉隆坡呢是老版的 然后它一个是这个颜色 我涂上去没有非常的好看 再一个它真的很容易结块 我本来还想跟它们死磕铁皮了 再把它们给断手离 但是最后我决定放过我自己 有两个单色眼影是ACE BEAUTY夹的 它这个眼影呢就是土豆泥质地 它现在摸上去还是蛮软的 那这两块眼影呢显色度很高 然后颜色也很漂亮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发现它比较容易染色 尤其是这个人鱼肌的颜色 我在晚上卸了妆之后 会觉得那个眼皮上面还是残留了一些粉色 所以这个算是品质问题吧 就没有办法留了 接下来是NARS的去年的圣诞限量的面部盘 是这个盘 那我想把它出掉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买了今年这一盘 然后我在上面之前的购物分享视频里面 也给大家分享过 我更喜欢今年这一盘 所以我会想办法把这一盘给出掉 哎 洗心印就是我的是不是就是我 这个是 Too Faced Born This Way的遮瑕液 但这一瓶的问题呢 主要是它的色号我选错了 我选成了Pore 这个颜色实在是在我脸上太黄了 没有办法用 所以这个就把它清出去 接下来呢有三块腮红 腮红我是近两年的入了腮红坑嘛 所以断手离腮红真的比较难 但是呢这三块首先第一个是Mac的色号是Mocha 这块的颜色真的非常非常好看 我超喜欢 它是那种烟熏玫瑰色 但是它的问题就是它太容易结块了 能看到这个上面已经被我刮的一条一条的 刮了好多纹路 但是即使是刮成这样 它依然是没有办法取到粉 就是不管我用蓬送的刷子 还是扎实一点的刷子 这个粉真的很难取下来 太影响使用感了 所以这块我就索性就不要它了 这一块呢是Milani的花朵腮红 然后色号是11号 它就是跟Nurse的高潮色有点像 它是粉色但是里面带有金闪的颜色在这边 但是其实我不是很喜欢我的腮红里面带金闪 我用的更多的是亚光的腮红 雾面的腮红 这个是Milk的一个唇甲膏 就是既可以用在嘴上 也可以用当做腮红膏来用 它的问题就是它的质地太黏了 而且它的味道很臭 然后我有用它就擦在嘴上过嘛 完全不显色 一点也不显色也涂不匀 然后当做腮红呢 在脸上就是很容易带走你的底妆 所以这个我觉得简直是一个雷品 有三支口红是要离开我的collection的 第一支是娇蓝的 颜色是325 它是一个非常鲜活的水红色 它涂出来呢是这样一个颜色 这个颜色现在已经不适合我了 它就非常适合那种18、9岁、20多岁的年轻的妹妹 然后就擦上去会很活泼、很可爱那种感觉 但是真的是跟我现在气质不符 我现在擦上它就莫名其妙的非常的违和 接下来是Mac的Sea Sheer这一支 非常大面鼎鼎的西右色 是这样一个颜色 它跟上面这支胶蓝就是存在同样的问题 就是它现在已经不适合我了 擦上去之后真的会有一种妆嫩的嫌疑 这一支呢是Hank & Henry这个品牌 然后这是我在彩妆盒子里面收到的 它就是这样按一下 它还蛮有特点的 就是旁边带着这种闪闪的 它的颜色其实还蛮好看的 是带一点点蓝调的红 然后很显白 我觉得好像跟那个Ruby U有点像 让我来试一下 这是Ruby U 然后还是稍微一点不太一样 这个会更正红一点 这支口红是好看的 但是问题是我都用不到它 我平时真的很少会用到这种大红色的口红 这两支呢我会给我的家人用吧 看看他们喜不喜欢 然后这支C Shear呢 我不会把它扔掉 我还是会放在我的collection里面 毕竟这么经典的一个色号 然后以后可以做一些颜色的参考来用 这罐散粉呢是纪凡西的四色散粉 然后是放在了Fanko的粉盒里面 这个散粉它已经超级超级老了 五年以上肯定是有的了 都不敢细数到底有几年了 我给你们看 就是它的包装还是这种老包装的 但是神奇的是 我觉得它的粉质并没有怎么变 那我在今年年初呢 就有给自己定目标说 今年就尽可能多的用一用它 然后剩下的 因为实在是太久了嘛 就算了 我的电池已经在闪烁了 我赶快说吧 然后有两个高光 一个是Milani的高光 色号是01号 还有一个是Colourpop的一块高光 Colourpop这块呢 色号我不记得了 它的问题就是 它会比较显毛孔 然后Milani这一块呢 它的颜色我很喜欢 是我很喜欢的一种颜色 就是不偏粉 然后也不偏金 介于两者之间的一个颜色 是这样一个颜色 就是感觉很干净的一个颜色 那我不太喜欢它的地方 就是它的质地 它是有一点那种慕斯质地的 然后会比较牢牢的 会扒在你的脸上 但是呢又不是那么好推开 所以经常上妆之后的 那个妆效就是 就是很亮的一块 但是看上去不自然 就别人一看就觉得 你这里是打了高光 而且是有点假的那种光 这个是Laura Galler的 一个面部盘 它里面是有高光 骨头跟腮红 但它都是膏状的 我的面部盘也很多了 这个真的我是不会用到的 那这个呢也不是我自己买的 是在美妆盒子里面拿到的 也不算是很浪费钱吧 这是Innisfree的一个染霉膏 您看它的刷头 超级的细 我觉得它还挺好用的 买了它也好几年了 也是因为是偏液体的质地 就是说还是会有变质的风险吧 所以这个就先不要了 最后呢就是几支唇线笔 我真的是一个从来不用唇线笔的人 然后从美妆盒子里面 也是陆续有收到了这么多支 可以看一下颜色 首先呢这个是BECA的一支 粉粉的 哦粉粉的一个颜色 这一支呢 这个颜色其实蛮日常的 这个可以留 这支是Kiko的 然后它是一个大红色的 这支我准备留着 这个是Ace Beauty 它是一个有点偏眉红色吧 这个我考虑一下 最后是一个叫做Steve Steve Laurent这个牌子 我都不知道这是不纯线笔 巨硬巨硬 这个肯定不要了 看颜色的话 我觉得就是BECA这支太粉了 然后最后这个颜色 质地太硬了 这两个我不要了 剩下三个都还是能用到的 先留一下吧 今天清出来的东西都在这里了 一共是23样产品 我的电池居然还坚定在那儿 那以上呢就是我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 我2020年的彩妆断舍离 其实不只是彩妆 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其他的方面 都是需要定期来做断舍离的 那现在马上要到年尾了嘛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来给自己的生活 然后以及你的所有的物品 来做一次大清扫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视频 记得去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欢迎给我留言点赞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拜拜